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411集 范贤原先的爵位是一等男爵 正二品 而公爵却是超品 中间还隔着喉薄二层 以他这个如今的年龄直接封了公爵 实在是极难得的荣耀 所以就连他一时都反应不过来 而等场间的众人反应过来时 当然想明白了是为什么 一方面是朝廷要筹其江南之功 而众人心知肚明 最重要的原因则是陛下要给自己的私生子一个补偿 大皇子与二皇子早已经封了亲王 范贤只不过是个淡薄公 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一念及此 本打算出列激烈反对此相封赏的大臣们都沉默了下来 这是皇族的家事啊 不是朝廷的国事 轮不到自己这些做臣子的多嘴 范贤在一乐之后 马上平静了下来 对于这个殿上的大多数人来说 公爵确实是个金光闪闪的字眼 可是对于他来说呢 自己手上的权力早已经超出了这个范畴 而且皇帝没有给自己打个招呼 就让御史台挤进监察院的势力范围 这个问题才是范贤真正关心和警惧的 所以他宁可抛却以往的形容 胡搅蛮缠 也不愿意让皇帝就这么轻松的塞沙子进来 更何况 他心里也隐约清楚 公爵这个位置 便是自己在清国所能抵达的最后目的地 如今的淡泊宫是三等宫 还有两级可以爬 再然后 自己年纪轻轻 看来就要养老去野 一念及此 不免有些枉然 觉着有些荒唐 他忍不住站在大殿上 失声笑了起来 众人瞩目 看着清国开国以来最年轻的小公爷 看着他那可恶的笑容 心中情绪复杂 更觉这笑声无比刺耳 大朝会上一直折腾到了 过了午饭才结束 这还是因为三路总督的正式朝论事宜 放到了以后的原因 皇帝快刀斩乱麻 圣心独裁 定了大部分的事情 便让朱大臣散了 大臣们早已经饿得不行 纷纷穿过宫墙 各自回府 而还有些人呢 走不得 在门下中书逝世的载职人物 三路久未回京的总督大人 各部尚书 都小心翼翼跟着陛下到了御书房 范贤呢 也满脸无奈地跟在最后边 就像一年多前 从北齐回到南庆时一样 御书房里边依然给范贤留了个座位 上一次是因为装抹寒的那马车书 这一次却是内裤里边送来的无数雪花银 范贤坐在圆圆的袖堆上 有些心神不宁 御书房内讨论国事的声音 并不让他如何关心 政务这一块啊 本来就不是他的强项 也出不了什么主意 始终还是只能扮演一个 十一不缺的角色 很明显皇帝呢 一方面是清楚他的能力 再一方面呢 也是不愿意范贤对国事方面 发表太多的看法 所以今天没有点他的名 不过他这位新晋的小公爷呢 依然有位置坐 而在皇帝软踏之旁 太子等几位皇子 还得老老实实地站着 像学生一般认真听闻学习 范贤感觉不错呀 心想自己也算是皇兄弟们的老师了 皇帝与诸位大人物 讨讨了一番南方的这个雪灾 北方的局势 园子里的祥瑞 便开始放饭 范贤昨夜忙了一销 羊肉片 豆腐花 早就已经消化得干干净净 此时听着放饭 不由精神一振 心中生腾起了一股 龙套终于有盒饭吃的幸福感 接过太监递过来的石河 石不语 风卷残云 主要的事情啊 在大朝会上已经说定了 御书房会议里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 只是薛青偶尔提到杭州会 在江南震灾仪式中的优良表现时 京都里的布格大人们表现出了一丝惊讶 他们听说过杭州会 但没有想到杭州会竟然有如此大的财力和势力 竟然可以在官府赈灾的这个途径之外 做了这么多事 皇帝让范贤起身解释了一下 听着范贤的解释 殊无这些人才明白 原来杭州会的背后是皇宫里边的这些娘娘们 名义上领头的是太后 难怪杭州会能有如此的实力 只是众人心之肚明 宫里啊 只是挂个爱惜子民的名头 真正做事的 出银子的 只怕还是反贤 皇帝笑了笑 说道 真正辛苦的呀 可不是范贤 是我那臣丫头 大臣们笑呵呵地拍了几具马屁 连带着对宫中贵人们高声赞颂 颂胜 自然更不可免 皇帝看着范贤有些走神的脸 微微皱了皱眉 大皇子在一旁看着这一幕 开口说道 郡主今天回京 皇帝傲了一声 再看范贤的眼色就柔和了起来 笑了笑 却还没有说什么 也没有让范贤提前回宫 只是马上结束了御书房会议 反而将最想回府的范贤留了下来 御书房内的凝神香缓缓飘着 颜色不及白烟如乳 香味清淡至极 御书房内只剩下皇帝和范贤两个人 范贤稍微有些不自在 因为不知道皇帝马上会说些什么内容 皇帝喝了一口燕窝 抬头看了范贤一眼 示意他是不是还要来一口啊 范贤赶紧摇头 非淡薄无以明智 非宁静无以致远 皇帝放下碗 缓缓说道 不凡不忧 淡薄不失 这是两年前你在京都做那个书局时 对众人的解释 范贤点点头 淡薄局的名字呀 便是由此而来 只是若若妹妹呢 却是身知己意 和旁人不同 说出漂泊在丹州的解释 一念及此 她呼得有些想念那个黄毛丫头 不知道她在北边究竟过得可还快活 朕很喜欢你的这两句话 让你做个淡薄公 是什么意思 你应该清楚 皇帝静静看着自己最成才的私生子 范贤低头私存少许之后 认真说道 要明智 少虑 不错 皇帝平静说道 要清楚 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却要少考虑自己 能够做些什么 纯臣 孤臣 其实意思很简单 做皇帝的臣子 不凡不忧 淡薄度日罢了 范贤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脸上的笑容显得极为诚恳和放松 开口说道 知道了 君臣应对 说知道了这三个字的角色应该是皇帝 但范贤就这样清清楚楚地说了出来 他也并不显得如何的异样 皇帝呢 也没有什么不高兴的神色 一旁服侍的姚太监满脸平静 他在这两年里边啊 已经见惯了陛下对范贤的与众不同 皇帝挥挥手 姚太监一勾身 退出御书房 沉默片刻之后 皇帝冷冷地说道 至于 今天御史入监察院一事 你以后会明白 朕知道你的心是好的 这是朝政之事 不以人心为转移啊 范贤知道此时人少 不能撒泼撒娇硬扛 只得沉默 皇帝又缓缓说道 还是那句话 朕知道你的心 所以昨天夜里的事情 朕很是喜欢 只是朕未曾想着 你会如此用力 有些意外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范贤喉咙喉咙里有些干涩 斟酌少许后 素然应道 大河还未决堤 我先把水引走 免得黎民受苦 皇帝看着范贤的脸 一言不发 许久之后 欣慰地点了点头 只是你想过没有啊 水全部被你抽干了 可是日后又有活水入 谁知道日后那水 会不会再次漫过降低啊 所以朕以为 总是要看下去 看到山塌地县 低暗崩坏的那一天 才知道那河中的水 是会顺服着向下游去 还是会 无耻地冲破 朕这道大堤 你这孩子呀 面上半个凶恶的模样 心中却总有柔软处 皇帝的脸冷漠了下来 继续说道 朕这一生 所图不过二世 天下 传承 朕不将他们的心 看得清清楚楚 如何能放手 去打这天下呀 你不要再动了 陪着朕 看一看 范贤沉默惊悚 不敢回话 皇帝最先前的话语 警告味道十足 但伯公 永远只能是个公爷 而要自己陪他看下去 又让自己保持平静 不再打击二皇子 与太子一戏 这又算是许了自己 这一生的荣华 无上的信任 另外 不要和小乙折腾了 皇帝盯着他的眼睛说道 小乙 于果有功 乃军中猛将 朕不愿意 他折损在这些事情当中 范贤微微一领 心想自己和燕大都督 结下了不解之仇啊 这怎么缓和呢 再说燕小乙 就算于果有功 可是毕竟与长公主交往太深 难道皇帝就根本一点不怕吗 他此时终于确定 昨夜派洪公公前来破局的 不是太后 正是皇帝本人 所以愈发疑惑 武艺上 如果大都督向我挑战 他看了皇帝一眼 担忧问道 庆国尚武 今年武艺再开 如果燕小乙殿上 向范贤挑战 皇帝总不可能 当着百官之面说 范贤乃是皇子 不得损伤这种话吧 燕小乙 等不到武艺 便会离开 皇帝说道 范贤眉头一皱 说道 可是 大都督将他儿子的死 记在我的账上 皇帝似笑非笑 看了他一眼 说道 是你杀的吗 范贤诚恳地回答道 此事 确实与臣无关 臣不敢阴杀大臣之子 皇帝大声笑了起来 好一个不敢阴杀 昨天夜里杀的 那些呢 那些算是 明杀 范贤脸色一红 说道 昨夜动的 都是些江湖人物 和朝廷无关 皇帝沉默了片刻之后 说道 在圆台大营 动手的 是东一城的人 所以朕有些好奇 那边 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朕想看看 小乙 是不是一个聪明人 范贤面色平静 心里边却在叫苦 十三郎啊 十三郎啊 你可算是 把皇帝陛下 也骗着了 皇帝陛下 明显因为 这个错误的信息来源 而做出了 一个错误的判断 偏生范贤是 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去提醒他 至于 小乙的问题 朕还必须提醒你 军队啊 是不能打乱的 皇帝的眼神 变得幽深了起来 开口叹息道 西边的胡囚们 又闹起来了 西边胡人闹事 范贤愕然抬手 看着皇帝那张 微有幽色的脸颊 一时间震惊地 不知道该说什么 二十年前 皇帝带兵西征 已然将西湖 杀的民生凋零 加上前几年 大皇子领着大军 在西边扫荡 更是让西湖 好不容易凝结起来的 一些生气 全属碎散 胡人怎么又闹起来了呢 而且就算闹起来 以庆国的军力之声 将领之多 皇帝也不至于 因为外患 而担心军心不稳呢 范贤自幼在庆国长大 当然知道庆国建国之初呢 很是被西湖 欺凌了些岁月 胡人始终是庆国的大患 只是这二十年间 在庆国皇帝的强力镇压之下 才变得有些不屑入 庆人谈资 皇帝看着范贤 吃惊的表情 嘲弄地笑了笑 说道 我大庆连年受灾 汉红相加 雪灾又至 偏生西湖那边 这两年风调雨顺 操场马肥 当然 若仅是如此 区区湖满 也不至于让朕如此小心 只是 你可知道 我大庆雪灾之前 北齐北边的那些雪地蛮子们 也遭受了数十年来 最大的一次冻灾 范贤皱着眉头 忽然想到 大半年前在杭州的湖边 海棠朵朵曾经忧心忡忡 向自己提过这件事情 那些北蛮子们 确实遭了雪灾 牛羊马匹冻死无数 只是 北蛮 西湖 相隔甚远 这和沁国又有什么关系 皇帝说道 难怪北齐的皇家 敢把上山虎留在上京城中 却不担心北蛮南下 原来有老天爷帮他们 那些北蛮子被动得活不下去 又碍于上山虎多年之威 不敢冒险南下 只好从祁连山绕行 想谋个活路 湖人呢 驻水草而居 那些北蛮经历半年的大迁移 如今终于到了西湖境内 虽是二十万部族里 只活下来了四万多人 但能在风雪之中 显途之上活下来的 都是清锐啊 半嫌双眼微眯 眼前宛若浮现出无数部族 驱赶着瘦弱的羊马 卷着破烂的帐篷 在风雪之中沿着那高耸入云的 祁连山脉 拼命寻找着西晋的道路 一路上动尸连连 突就怪叫 这是何等样壮观惨烈的景象啊 这是何等样伟大的一次迁徙啊 西湖怎能容忍 由北方部族过来啊 半嫌担忧说道 皇帝笑了起来 笑声里边夹杂着无穷的自信和骄傲 西湖啊 早就被咱们打残了 哪里还敢去啃这些外来的血狼啊 虽然西湖人 人数要多许多 可是几场大战下来 双方终究还是结成了联盟啊 半嫌叹了一口气 如果湖人们真的结盟了 那临近西湖的庆国 自然会受到最大的威胁 难怪皇帝在军方的处置上 会显得如此小心 看出半嫌的担忧 皇帝平静说道 你在想什么呀 臣在想 这些情报只怕海蜀绝命 只是大战只怕会来临 臣愿上阵冲锋 范贤说的不是假假的漂亮话 他是很想去过过纵马草原的瘾 只是这朝廷内部的问题 似乎大家还没有解释 皇帝嘲讽说道 不要以为你是个武道高手 便可以去领兵打仗 求军功 大战一起千万人厮杀 除非你是刘云士书 不然仍然是被乱刀分尸的命 范贤苦笑了一声 皇帝危顿了顿 平静说道 无蛮不足矩 朕从来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 只是北蛮既然迁移 北齐那边受的压力顿时小了 朕不得不将眼光往北边看去 范贤马上明白了 皇帝的目光 果然还是比自己要转移的快些 在这个世上 真正看作庆国敌人的 还是只有北齐 尤其是如此北蛮既去 北齐没有了后顾之忧 谁知道那位小皇帝 会不会动什么别样的心思呀 皇帝最后缓缓说道 小乙不日内便会北归 因为北方那位小皇帝 终于说服了太后 让上山湖起腹了 大营正冲燕京 范贤眼瞳里震惊一线 马上脸了回去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